大家好,我是愛元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元神4.8 他們行過星空星木蘭卡任務 下賢龍童話國的第二夜 他們行過星空就開放了 然後我們來做這個任務 但你還是跟著任務指引來到這個赤福森林左邊 這個傳說錨點傳過來 然後過來 開放新的區域了今天 好,對按畫之後 我們來到這個列車車廂這裡 然後從這邊上來 按下T鍵 好,然後走過來對畫 這段路程不需要進行任何操作 坐車就行了 那我這邊就按直接跳過了 好,這邊的話你自己跟著坐車 好,這一段我就直接跳了 從這邊坐過來 然後過來過來 然後過來之後呢 我們先開一下左邊這個錨點 然後這裡有個任務你也可以接一下 好,然後我們來到這個 跟著任務指引走小地圖上方 跟著任務指引走過來 好,這邊的話是這樣子的 我們過來之後呢 先打一下左邊這個 連著打三下 打三下打到頂 打到頂之後呢 我們來這邊按下T鍵 然後就OK了 把後面那個線連起來 我們先把這 前面這個打到頂 然後這樣子把後面連起來之後 它就跳不下去了 這邊的話會有個寶箱 我建議你直接把它開了 好,那我這邊還是不拿 你直接把它開了吧 我回頭看 我不確定它會不會消失 應該不會了 這邊我建議你把它開了 好,這邊過來之後呢 來 風機這個 畫條 它就會移動起來 好,然後這邊上來 好,這邊對話之後呢 先回頭 小地圖下方 最的話先把這個 傳說毛點開了 然後我們再去到任務提示的地點 順便面樓梯走上來 這邊點任務絕終過來 好,對話之後呢 我們先看向小地圖左邊 這裡也有個傳說毛點來開一下 好,開完之後呢 從小地圖右上角 從這邊樓梯這邊走過來 好,順便面樓梯走上來 然後順便面箭頭往左轉 好,過來之後呢 來和這個 左邊NPC對話 好,對話之後呢 來交給我吧 好,然後繼續 進來把怪清一下 哎呀,我靠 草水啊 我已歸來 把怪清一下 注意在這個台階上有一個海星 然後你辭去一下 就會有 就前面的套路就會打開 好,這邊的話 在這個建築上面 這個位置有一個 星星一排撿了 之後這個 上面的門就會開 撿了之後 這邊門就會開 然後再繼續往前 拜 好,上一次換的來 和這邊NPC對換 好,先不管他們 我們先往上走了 呀 所以換先把這些怪清一下 好,你把這邊怪清完之後呢 在這個牆上面會有兩個NPC 然後你這邊用力拉 看拉不拉得動 好,左邊這個拉下來之後呢 左邊這個拉完之後呢 右邊這裡上來 然後這邊用力拉 好,一起 這三個 然後我們來對話 你已經做得很好了 好,這邊星星拿到 然後這裡門就開了 然後這裡門就開了 打一下 這個發條 再打一下這個磁輪 再打一下 再打一下 好,這邊的話就上來了 到頂了 然後直走 過來之後呢 我們先把左邊這個機關 打三下 打到頂了 然後等前面這個小人 踩到這個機關上面的時候 我們再打一下這個膠水 使它發射出來 然後等到這個小人走到這個膠水上面 就完成了 好,這就開了 好,接著我們要把它連成星星的形狀 然後我們走過來 走到這個位置 按下T鍵 連過來 如果你連錯的話 你重新打一下 譬如說我連錯我重新打一下 它就會回退回去 那邊連到左邊 然後連到右邊 然後再連到下面 然後又連成一個星星 然後再連到上面 這個位置 按下T鍵 然後再來到右側這個位置 再按下T鍵 然後再回到這裡 這邊 按下T鍵 連成一個星星的一個形狀 然後拿一下 好,接著這邊對話之後呢 我們來到這個 下方的這個地下的傳說錨點 穿過來 好,錄製之後呢 小地圖下方 我們重點往下跳 好,直接錄下來 誒我靠,這都能幫我摔死 好 過來之後呢 來吧,過來清一下 這有個星星 好,跟他對話 好,拿一下 拿完這個星星之後呢 回到剛才這個 地上的傳說錨點吧 這個地下的傳說錨點 但他其實在地上啊 傳過來 然後回來和納威亞對話 好,對話換成後呢 小地圖左上角 地圖左邊 好,直接來這邊 搭乘空中列車 好,放置 好,放置 然後回頭 在我們後方這裡也有一個 好,可以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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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最後的兩個星星 然後放置一下 好,接著我們走回來 好,接著我們走回來 然後在右邊 好,這邊段話之後 最後任務就做完了 好,接著我們 好,接著我們